台湾从防疫优等生现在变成了个流籍生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导台湾疫情失守两大主因 除了欠缺筛减机制也是因为大家不敢逆时钟 再把时间内容交给佩萱 好 国内单场我们请到是我们赞明中文 我们来聊什么议题呢 最近台湾很频繁地在国际媒体又被提到了 不过不同于去年我们常常被提到是因为说 我们台湾就是台湾 can help 歌功颂德我们 但今年开始我们被陆陆续续发现 我们的防疫居然出现了很大的破口 甚至美国媒体他们是说 我们是有碰轰的一个防疫的政策 而现在最新的英国金融时报 它说我们台湾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破口呢 分析为两点 第一个我们不敢大规模进行普筛 第二个我们不敢逆时钟或是质疑中央 认为我们这样有所谓的官僚文化 才会把我们的防疫牛皮给吹破 委员你怎么看 没有错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台湾在国际媒体大幅曝光 但是都互面了 比如像VBC Time 还有最新的反应社Time 都在质疑台湾过去防疫的成果 比如说金融时报 它就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官僚 行政官僚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都是顺从真实中的意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不敢广筛 普筛 让已经有染疫的案件出来 所以质疑我们过去台湾防疫的成果 他们对于之前很常听到普筛 我们会看到成人中眉头就会一皱 或者是还听不下去 他针对为什么不普筛 他会认为说 这会造成很多的胃阴性的人 爬爬灶 但再拉回来讲 还会有很大一部分 他可能真的是潜在的感染者 他可以因此被筛出 你认为说用胃阴者会爬爬灶 而不进行普筛 这个理由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接受 当然不能接受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在大五广筛 普筛 甚至有一些大型的企业 都买四季 浪言工普筛 广筛 有时候早上筛一次 下午筛一次 所以在国外非常的普遍 虽然它有一个伪因性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还是做啊 那为什么钱要跟我做 甚至连企业都要做 那陈时中为什么不敢做 为什么不想做 恐怕原因要讲清楚说明白 我想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可能接下来 又会被广泛的讨论 是关于我们自己 本土的这个国产疫苗 可能在政治操作之下 搞了国内乱哄哄的 然后甚至国外的疫苗被挡 这可能接下来会讨论 那我就必须问了 就是我们的国产疫苗 为什么大家其实都很支持 但是希望他可以做到 至少要准备做第三期的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印度的疫苗 其实也因为它在国际上面 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他们当时其实也是在国内 因为政治操作的关系 好印度疫苗现在备受国际讨论 大家只是担心我们 今天我们的国产高端 可能希望不要走向 像印度那条路 我们已经有前车之界了 但难道今天要走到第三阶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台湾本土的 这个可能受试者不够多 但你可以把它丢去其他地方来试 这都不是理由吧 其实我相信中华民国国民 每个国民都支持 国产疫苗都支持 但是支持的方式要正确 比如说现在的政府 是因为高端二阶解盲 六月底才要解盲 搞半天还没有解盲 现在就是订购五百万剂 这很奇怪 到底有没有像不知道 连他第二期的主持人 谢思敏医师也看不下去 你根本还没有解盲 效果还不确定 你就下单 用这方式去支持他是不对的 我的建议说你假设需要 给他财务的协助 你可以用国发基金 政府的基金去评估 到底能不能给他投资 这是要走这个正道 而不是走这个歪路 真的非常的奇怪 我们最后问一下委员 就是针对现在纾困4.0 当然这个预算之后 又要送进立法院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其实国民党这边 有自己的主张 你们是希望可以普发现金的 没有错 我们希望普发现金 比如说一个人花一万块 或者是五千块六千块等等 我们这样子才有真正触击 会产生刺激消费的效果 而且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拿得到 效果快 因为纾困要重速重减重宽 千万委员保险 千万委员 拜拜 拜拜 好我们刚刚可以听到 千万委员还特别提醒我们说 防疫还是要注意安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个是最新的 我们都知道前阵子 大家被受讨论 关于我们的防疫神话 被视为是碰轰的 或甚至被讲说是被一个小茶店 给把它全部都崩解掉 像我们看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 它同时也归列出了两个 其实是大同小异 它第一个认为说 为什么我们不进行普筛 再来就是我们为什么 都是一直在官僚文化之下 不敢逆时钟 不敢质疑中央政府 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这边田地了 我们被同比于 譬如像美国 像是印度 像是意大利之前的防疫 出现了破口 甚至导致一个 疫情上面的大流行 现在我们被比拟 可能大家觉得很不是滋味 也总不能靠老百姓 大家都好好做好 自己的防务工作 我们还是希望政府 可以拿出实际作为 不要让我们从防疫优等身 叠下了神坛最后变成了 是防疫 刘己生 主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